Hello,大家好 我今天想说一下 我为什么开始想做YouTube 我发现做YouTube 能让我每天特别充实 而且每天都感觉自己在进步 从开始的不会上传 不会录音 声音由大由小 掌握不好节奏 不会编辑 不会在视频上添加字幕 每天都在琢磨 然后感觉每天都在成长 中菜博主墨兰时光 他经常告诉我 你只要减次每天烦 减次做就行 甜甜鼓励我 大家看他做的视频 墨兰时光 他不光中菜好 他做的视频是那么高大上 都像拍电影一样 太复杂了 做的那么精美 作为我一个小白 我觉得太难了 他经常手把手的教我 后来他又告诉我 让我多看西雅图老胡的视频 老胡的视频给了我信心 老胡从五个方面告诉咱们开始 第一方面多方面尝试 不是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你可以返向中菜 可以返向做饭 可以返向旅游 返向学英语等等 第二方面 从你会做的开始 然后到你想做的 再到你能做的 不断地学习去尝试 然后你会找到方向 路都是走出来的 你做的越多 走的越多 路子就游了 第三个 立即开始 烧香躲坐 每天给自己拍的满满的 做的过程中的思考是最重要的 你每天 因为你很满 你都会拷问自己 哪个都应该做 哪个不应该做 都会在不断地拷问自己 给自己做简法 找到你喜欢做的方向 扫留下来 第四个 做视频就是讲故事 很多人往往开始 是素材 去门 陪好多素材 回来呢 就给他 把素材 学成故事 这样是不行的 素材和讲故事 是不同的 讲故事 是要有剧本的 开始你要写 开始怎么拍 然后 中心思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只有故事 才能留住人 让人看了 感到幸福 感到高兴 感到喜欢 感到愿意看你的故事 一个完整的故事 一定要有一个 切切的标题 标题在视频中 是至关重要 五 长期主义 千年三到六个月 属于探索期 你要不断的去尝试 简次每天 编一个故事 讲一个故事 从编辑 摄影 到制作 完成整个过程 每天不断的去 做 这是网红 梅斯贝特的自媒体 在老胡的频道中 他用自己 很好的英文 给大家总结了 梅斯贝特 开始做自媒体的建议 梅斯贝特说 做一百个视频 前十个是垃圾 后面 是更好一点的垃圾 十个十个的多 一点一点的进步 到一百零一个 不会发生奇迹 但一百零一个 会比第一个好很多 虽然还是很差 世界超级网红 皮肥的派 老胡在他的视频中 他给大家翻译了 超级网红 皮肥的派 出做视频的六个秘密 皮肥的派 把视频做到世界第一 他给新人 提了六个建议 第一 别烂买设备 有什么设备 就用什么设备 这样子每天做 大家看的是你的内容 第二 粉丝是人 不是冷漠的数字 不管你有几个粉丝 你都感到特别的开心 有这么多人看你的视频 然后呢 你都要坦诚的 去表达自己的内容 第三 别烂用算法 不要算 我每天怎么能 有更多的钱赚 你要把每天的精力 都用在怎么去做好 更好的视频上 第四 人比内容更重要 一定要先建立好 自己的个人品牌 第一 大家喜欢你这个人 特喜欢看你的视频 第五 以做视频为乐 兴趣是最好的动力 它能让你减吃 做下去 要你每天做的特别开心 第六 减吃日更 它要你培养一个 良好的做事习惯 能持续不断的 每天做一点事情 养成很好的持续力 以上 以上都是我在做视频中学到的 让我爱上了做YouTube 谢谢大家观看 下次再见 谢谢 好